Megadriver 第一款惡魔城的游戏 各位好,這次來玩惡魔城的遊戲 這是Megadriver的第一款惡魔城的遊戲 先來介紹一下惡魔城系列的Megadriver版原創動作遊戲 為了阻止德古拉復活儀式 喬尼莫里斯與埃里克里卡德在歐洲全土奮戰的故事 這就是惡魔城寫著 好,那麼接下來要正式進入遊戲了 德古拉貝爾蒙特加族租先的樹地邪惡力量的化身 1917年,伯爵夫人伊麗莎白·巴特利要喚醒這死去已久的吸血鬼靈魂 有兩個年輕的吸血鬼靈魂將克盡其使命擊退邪惡集團 驅逐吸血鬼回奇黑暗地獄 以上就是惡魔城寫著的簡單前打故事 接下來我們就實際進入遊戲吧 遊戲有兩種難度可以選擇,分別是簡單和普通 這次要錄的是普通模式 進入遊戲之後 一開始有兩個角色可以選擇 一個是使用鞭子的強力,一個是使用槍的埃瑞克 那麼我們就選擇鞭子吧 第一關是羅馬尼亞德古拉城遺跡 在滿月的夜晚 槍尼將進入德古拉城 還有這樣子的開頭畫面還不錯 遊戲的第一關表現做起來有點像是傳統的 惡魔城的第一關 整體的畫面風格還有設計都看起來像是以前的惡魔城 如果是以前的惡魔城玩家的話 玩起來應該會非常的懷念才對 角色的武器強度有四個階段 一開始是第一階段 那在剛開始遊戲的時候會先吃到兩個階段 然後最後一個階段是武器會發出奇斯特的光輝 但是這個第四個階段呢 一旦受到攻擊就會立刻變回第三階段 所以其實在遊戲中第四個階段是比較難維持的 因為一接到攻擊的話就會立刻變弱 在遊戲中看到牆壁有裂縫的話 就可以試著去打打看 有時候可以把這些牆壁給打破 裡面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道具 另外也常常會出現加血的肉塊 這在受傷的時候是相當重要的恢復的用品 在遊戲中打破蠟燭就會出現加分的道具 或者是一些補充服裝的點數用的道具 像這種寶石就是補充服裝用的點數 然後服裝的話基本上有斧頭、聖水、迴力鏢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就是看玩家自己喜歡什麼樣的服裝 就可以一直保持這樣子的服裝 像我現在拿到的迴力鏢 然後這個是第一關的中頭目 他在發出狼嚎的時候玻璃會破掉 要小心掉下來的玻璃砸到自己 那另外他也會吐火焰 不過在這一次的錄影中 他沒有吐火就被我打死了 好拿到最強的強度了 鞭子在這樣的強度下就會出現 比較奇特的火光 這個時候就要十分小心了 因為一旦受到攻擊就會恢復到第三階段 如果這樣子的火光 就會出現了 說明又是有種身形的 這種很重的機場 也是在提前面 最強的讓人曾經 是最寬敞的 它是很誇張的 嗯 在遊戲中的兩個角色都有各自的特殊動作 以鞭子來說的話就可以吊在天花板上面然後搖擺 在搖擺的時候是具有攻擊力的 不過以我來說的話比較沒有辦法善用這樣的動作 可能玩習慣了以前版本的惡魔城 暫時還沒有辦法領略這樣的動作吧 這邊必須要小心的是要趕快往上跳 因為一旦來不及的話就會往下掉 接下來就是第一關的頭目了 第一關的頭目是拿著槍的算是機械人吧 一開始他拿著武器的時候要小心他揮動武器 但是因為他的攻擊並不會很快 所以只要看準的話大概還不太受傷 不過影片中的是錯誤示範 基本上就是拿捏好距離應該就比較不會受傷才對 兩隻武器都被打掉之後他就會用腳來踢 所以還是要保持距離 不要以為他兩隻武器都沒有了就不會攻擊 進入到第二關了 第二關來到希臘 是叫做亞特蘭提斯廟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廟 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了 可能是因為傳說中亞特蘭提斯沉沒在海洋之中 所以在這一關的設計上 也是看起來好像是在水中的城市 只不過這個城市雖然埋沒在水中 但是還有一部分是在水面上的 這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因為水會慢慢的往上淹 然後畫面會自動的往上移動 所以玩家也不能夠走得太快 因為走快的話就看不到畫面 如果掉到水裡面的話就會不斷的受傷 最後當然是扣血扣到完就會死亡 所以千萬要小心 在水慢慢往上淹的過程當中 因為要不斷的往上走 所以會讓人有種緊張感 而在場景的設計上 又會出現不只一條路讓玩家往上走 一旦不小心走錯路的話 有時候可能會難以回到原來的位置 然後就不得不受傷 失血 最後死亡重新來過 有時候可能不得不多玩幾次 才能夠順利的過這個第二個畫面 來到這個畫面 一開始有個魔法師 這個魔法師還算是好打 只要不斷的了解他的所在位置 然後跳起來往上揮鞭子 就可以打死他了 這兩隻烏鴉要小心一點 因為烏鴉會快速的往下俯衝 因為不小心的話就會被撞到 好 這裡是第二關的中頭目 也是兩個鎧甲的巨人 第一個鎧甲巨人會使用連家 基本上應該也不難打才對 第二個鎧甲巨人會使用長月 打一下就要往後推 不然的話就會被他的月砍到 他揮揮月之後就會跳下來俯衝 這個時候玩家可以盡情的揮鞭子 但是也不能夠揮過頭 因為他拔出來之後就會立刻揮月攻擊 如果太旺青的攻擊的話就會被他的月砍中 好 接下來這個地方就是要慢慢的往下移動 水會慢慢的往下掉 這個時候要小心從畫面的邊緣飛過來的梅杜莎的頭 因為梅杜莎的頭 他的移動的方式是波撞的 要小心拿捏清楚 不然很容易被他的頭撞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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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這個大型的雕像 我想是蠻會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因為你必須把這顆大頭給打掉 才能夠以這顆頭為戰力點繼續往前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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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場景中下層有兩個牛頭人會一直不斷的奔跑衝撞 要小心被他們撞到 其實只要不理會他們直接往下走樓梯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一定要幹掉他們的話 就要小心被他們撞到了 第二關的頭目是十巨人 他的弱點在很高的位置上 所以玩家必須不斷的打他的身體 他的身體一層一層的被打掉之後 最上方的弱點就會往下掉 這樣子玩家就可以直接打到他的頭了 當他引發地震的時候 要小心從上方掉下來的石塊 被石塊紮中的話也是會受傷的 就像是一顆子 他被石塊紮中的話 就像是一顆子 但是我會得到很多地方 只要有這顆子 就像是一顆子 那一顆子 就像不是一顆子 但我不會覺得 他人會不會討論 那些人會跟他們說 沒有,你還會不斷的 來到第三關了 第三關是義大利的比薩謝塔 第三關的一開始 就有從天空上會飛下來的敵人 這種鳥腳上還抓著一隻長矛 必須要打他兩到三次才能打死他 要特別注意 別以為打了他一次之後就沒有困難了 這個牛頭人會把柱子拿起來當作武器攻擊 因為柱子的攻擊距離還蠻長的 也是必須要保持距離才行 再加上這個空中飛下來的鳥 夾擊就會有讓人手忙腳亂的感覺 要適時的善用服裝攻擊才行 這個地方有許多的骷髏頭 然後圖火焰攻擊 其實也不用打這些骷髏頭 如果覺得這些骷髏頭太麻煩的話 來到畫面的右下角 可以得到一個無敵的道具 拿到無敵道具之後就可以快速的往上衝 離開這個地方 來到了三隻三的場景 這個地方有兩個路口可以往前進 如果是選擇拿鞭子的牆泥 那麼直接往右方走 就沒有問題了 如果是選擇拿槍的艾瑞克 就要一直往上跳才行 三隻四的話 就是要善用牆泥的特殊的動作 掉在天花板上往右懸吊 這樣子就可以擺盪過去 如果這個動作不熟練的話 很容易就會掉到下面去摔死 在三隻五的場景中 畫面會持續的自動往上移動 而且塔還會左右的擺動 然後左右方還會出現梅杜莎的頭 必須小心被他撞到下面去 因為一旦掉到下面去就會直接摔死 有機會的話就要立刻往上跳才行 看到左上方有路口可以出去 就要趕快出去 因為雖然可以繼續往上走 但是上面就沒有路了 所以等於是個陷阱 不斷在一起 有位置的時候 要是全放開 可以嗎 不斷在一起 看起來 不斷在一起 也會不會 可以嗎 有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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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嗯 3-7也是強制移動的場景 在強制往上移動的過程當中 後方還會出現這種骷髏的飛行怪物 要小心,因為這個怪物是成坡撞飛行的 如果一個距離沒有抓好 鞭子沒有抽中的話 就很容易被這種敵人撞到 他會被生成坡撞到的地板 然後再開玩笑 他會被動的地板 對,好久了 他會被動雷震 還會被動用了 但是我的狂動是難以下 最好是這個階段 不是,這樣也有機會 我會被動了 第3關的頭目是石像怪 這隻石像怪會用他的尾巴甩主角 然後當他飛在空中的時候 他會發出三方向的子彈 要小心被這個子彈擊中 然後他也會往下撲 如果被撞到的話也是會受傷蠻大的 斧頭的話我想是個不錯的攻擊手段 就在我身邊的偶像 從雙方 尾巴甩主角 就在我身邊的偶像 對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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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了第四关 德国 这是德国的军工厂 在四制一的一开始 有许多的骷髏躲在铁丝网的后面 丢骨头 要小心被骨头扎中 然后这些戴着安全帽的骷髏呢 有时候打倒他之后 头会留下来 这个时候要小心 因为留下来的头会再升为骷髏 在四制二的画面右上方 有墙壁可以打破 可以得到肉块 这样子就可以稍微弥补一下前面湿了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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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制三的难关就是最后面 这个甩流星锤的骷髏 来到了四制四 可以看到一些左右移动的活塞 这些活塞虽然并不难躲 但是一定要小心 因为一旦被活塞压扁的话 就会立刻死亡 不管身上有多少的吸力 四制五开始是钟楼的机械室 这边会出现骷髏 拿剑的骷髏 这些骷髏的武器还蛮长的 不要以为你的鞭子比它长 其实它的剑比你更长 要小心一点 而且因为这些地形断断续续的 跳跃的时候也要小心 然后跳到齿纹上面的时候 也要留意旋转 因为旋转会让你自动移动到 到边缘 不小心的话就会掉下去 在4-6有类似像这种悄悄版的机关 跳跃的时候要小心 最好是先让这些悄悄版摆盪到下面一点之后再继续跳 这样子 接下来跳跃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跳不到版面上 然后坠落的死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出现幽灵的敌人一定要小心 最好是先把幽灵打死再继续往前跳 第二关的中头目是科学怪人 第一次的甩鞭子攻击先往旁边躲 第二次的甩鞭子攻击可以蹲下来直接回避 打完之后要记得赶快往旁边跳跃 跳到平台上面 等他两次的低波攻击都躲过之后就可以尽情的攻击了 来到4-8的话 就要小心这个低星 因为这个斧头一旦被击中的话 可能会损失将近一半的血量 当然中间的这些会直接向主角冲刺的敌人也是必须小心的 一旦准备冲过来的时候就要立刻挥鞭子了 不然的话可能会来不及攻击 像这个地方就要小心的蹲下 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前进 这样就可以避免被这个斧头给刺割中了 4-9 比较麻烦的是要在这种移动的地板上跳跃 而且在移动地板的边边 还可能会出现像这种拿流星锤的骷髏 最好是等他摆动到最大之后再跳过去攻击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跳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最大幅度的时候跳跃 因为两个板 移动板最大的幅度就跳跃的话很容易摔下去 我已经玩到这个地方了 前面就是头顿王 千万不要摔下去自圈死路 四肢十的这些移动的齿轮是可以攻击的 攻击完就可以立刻往前进了 第四关的最后的头目是齿轮人 这个齿轮人的弱点就在中间的那颗圆球 要跳跃起来攻击 它会慢慢的缩小 所以要留意圆球所在的位置 它可能会飞在空中往前冲 或者是在地面上往前冲 要掌握好它的距离 还有位置 跳起来的时候要稍微离远一点 然后继续攻击 来到了第五关 是法国的凡尔赛宫 来到了第五关 一开始有会掉下花粉的玫瑰花 还有会摆荡的树枝 要小心 种了这些花粉的话 就会操作左右相反 这个时候按右边就会往左走 按左边就会往右走 一定要小心一点 像这种闪闪发光的状态 就是已经种了花粉的状态 这些大型的玫瑰花 只要跳起来往上抽鞭子 就可以顺利地打中 如果是使用长枪的艾瑞克的话 就比较麻烦 必须要使用它的特殊的动作 往上跳跃 才能够击中 中间这些树一片 会受伤 但是只要打一下就可以消灭 这些红色的裤子 会不断地复活 所以一旦打掉之后 就要立刻往前进 不然这些红色裤裤头会越拘越多 这种摆盪的死神 镰刀必须小心 离远一点使用副武装攻击 会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也要小心它们丢出会爆炸的圆球 因为圆球一旦爆炸起来 因为有一段范围 如果躲得不够远的话 还是会被波及到 来到的五只儿 要小心是 从天花板往下掉的这些吊灯 一个不小心的话就会被扎中 但是好处的话就是 也可以引诱这些拿斧头的敌人 过去被吊灯扎中 这样子就可以立刻打死他们 他会一直往前冲攻击 这个黑人还没有 只要摆到一座 能量力的 是 这个黑人还没有 这个黑人还没有 态人还没有 很值得 一座 一座 中 五只儿的最后面 会有个拿大剑的这种敌人 他会一直往前冲攻击 十分的難纏,最好是使用服裝遠遠的就幹掉它 虎之三有兩個入口可以前進 如果是選擇拿鞭子的強尼直接往右走就可以了 如果是選擇拿長槍的艾瑞克,就要一直往上跳 跳到頂點之後再往前進 五軍四這邊會遇到丟炸彈的敵人 這種敵人有時候也會丟出肉塊來 所以可以引誘他多丟一點東西 這樣子在失血的狀態下就有恢復的機會了 來到五之五,這個地方要一直往上爬 當然這個是選擇強尼的狀況 如果是選擇艾瑞克的話,只是相反 要由上往下走 總而言之就是要到中間有一個往右走的入口 到了那裡之後就可以繼續前進了 第五關的中頭目是個鎧甲去人 很簡單 蹲下來一直攻擊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受傷才對 要小心他的拳頭是會飛出去的 五之七的一開始會有兩個射箭的敵人 最好是趕快抓緊石劍往前衝 然後揮攻擊 然後再回頭 躲掉劍之後繼續攻擊 因為這個用錘子的敵人要拿捏距離 不然可能會被他的錘子擊中 還會做下去 還有點兩個流動的 接下来的松头目是柱子 这个柱子会发出这种弹来弹去的球攻击 当脸消失的时候就是攻击中间柱子的机会 要小心被这些球击中 虽然说这些球的伤害很低 但是被打中多的受伤的那种损伤量也是很可观的 接下来就是要打第五关了 第五关的头目是鹅公主 鹅就是昆虫的那个相对于蝴蝶的生物 这个鹅公主一开始是以人类的状态出现的 打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变成鹅 在变成鹅的时候就要小心的跳起来抽鞭子攻击 那这个鹅也是会释放出鳞粉 小心不要被鳞粉给碰到了 然后它还会往下飞扑 或者是生出一些鹅的卵 这些鹅的卵会孵化成小鹅 最好是赶快打掉 不然这些小鹅一旦群聚起来 就很容易被撞到然后受伤 这些鹅就是全角装的 就很容易被撞到 这个鹅公主招细 是勇气的 要介绍了 是真的把大火撞到 这些鹅公主招细 你们这个鹅公主招细 接下来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 是英国的普罗瑟皮纳城 在第六关的一开始有乌鸦还有梅杜莎的头 最好是要小心一定要把乌鸦给打死 梅杜莎的头要小心吐出来的那光球 六至二的中间会出现视觉的陷阱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远 这个时候要注意前景跟后景的距离差别 因为不小心的话就会拆空 然后掉到下面的无敌洞去 那前方也会出现铺撞移动的梅杜莎的头 所以到了一定 到了定点之后最好就要先停下来 把眼前的梅杜莎的头打爆 然后继续前进 这样会比较安全 六至三也是有视觉的陷阱 这个上下颠倒的场景 因为上跟下的操作会相反 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 来到了六至四 乍看之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廊 但是这里会有快速往前冲的第一关投入 虽然只要打一下就可以打爆它了 但是因为会从前面或者是后面冲过来 所以如果因为紧张 所以没有办法确实的分辨是前面冲过来 还是后面冲过来的话 就很容易被撞伤 来到六至六就要攻略死神 死神一开始会释出六张扑克牌 这六张扑克牌当中 四张是敌人 两张是肌肉 不能说是肌肉吧 肉块 最好是看清楚先打这些敌人 打完之后再是损伤的程度去拿肉块 这些敌人分别是之前打过的头目 只要之前顺利过关的话 应该是不会觉得太难打才对 那这些头目它的弱点 防御力都特别的低 所以打中个几次就可以顺利打倒 不会真的像之前打头目那样子那么难缠 就希望你们是可以顺利打害了 这些大戒头的法转积 尤其中的封面 一道大戒头 再次回予告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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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你 我找你 估计这些通知 专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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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張敵人的不可白就是死神直接發射火焰彈攻擊 這個只要抓準位置往旁邊一閃就可以順利度過了 等到所有的牌多打完一遍之後就要面對死神了 死神的話要跳起來用鞭子抽 但是當它移動到邊緣的時候就要小心它撲過來攻擊 它撲過來攻擊可以跳起來躲過 或者是它如果往上移動的話也可以直接蹲著就可以閃過 或是它會射出鐮刀攻擊 這個只要跳起來就可以躲過 第二個裝頭目是梅杜莎 梅杜莎基本上並不難打 一開始的時候只要在它面前蹲下來攻擊 就可以躲過它吐出來的火焰 接下來就要小心它的甩尾 甩尾只要往後一跳 基本上也可以順利躲過 然後是它會往前揮爪攻擊 只要保持距離揮爪子就可以順利地躲過攻擊 梅杜莎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它會先叫出幾顆攻擊的球 然後不斷地左右閃躲 這個時候就要判斷它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一旦發現它正確的位置之後就要立刻走過去揮爪子攻擊 全部擊中之後就可以讓它失血 但是如果一旦有一次失敗的話 它放出來那些球就會化為攻擊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受傷了 所以最好是要趕快抓準它的位置 然後揮爪子攻擊它 其實並不能打 只要好好的抓到攻擊的話就不會受傷 但是一旦失敗就會像畫面這樣子 抓到它的攻擊 再用刃去攻擊 sob,要再把攻擊 slit生了 再用研究還是在攻擊 再用大小便 再用研究去攻擊 1 2 2 3 4 2 4 5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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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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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要面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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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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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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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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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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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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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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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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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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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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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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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简单的介绍各个头目的名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唯一的作品 KONAMI 这几年来 今年是2022年 KONAMI最近在这几年 其实对于加用主机一直没有什么好好的发展 除了前年吧 推出的淘汰档电帖 销售量非常好之外 好像就没有什么格外好的游戏了 希望今后KONAMI 永远会继续在加用主机上发展新的游戏 这样子一些爱好 加用作品的玩家才有服务 我说到这点 最近发的 呃... 月风磨算我还没有玩呢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玩一玩 那么这一次就到这边为止了 谢谢大家的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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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